懂啦?小知识,大事件! 红花羊提甲是紫金花吗? 众所周知,香港的标志是紫金花,然而实际上,这种花在大陆地区叫红花羊提甲,香港叫羊紫金。 这一品种是首先发现于香港,可以说是从香港传到大陆的,并且名称做了改变。 另外要注意的是,紫金花与红花羊提甲其实并不是同一种东西。 紫金花的花瓣颜色呈粉红色,给人一种荡雅塑正的感觉,而红花羊提甲的花朵则是深红色,较为娇艳。 紫金花开花时,叶子要不就都落光,是落一半稀稀疏疏的,但红花羊提甲开花时是不落叶的,叶片还会比紫金花的大。 除了花和树叶以外,紫金花与红花羊提甲的树形也是有区别的。 紫金花珠形比较小,红花羊提甲比较高大一点。 紫金花比红花羊提甲要矮一点,但是紫金花的树干比较实,枝条分的角度就相对要小。 红花羊提甲 红花羊提甲